另一边,林平与阿和已经过了秤 按现在的行情来看 一斤左右的野生大黄鱼估计得200多块 但两斤以上,说不准就能过400块一斤 至于这一尾能卖多少 他也不知道啊 林浩说声知道了 最终还是决定联系陈东 他只有陈雪的电话 拨通好一会对方才接 声音中透着一丝慵懒问道 听到他的声音 听筒里愣了愣 片刻语气也变得清醒道 林浩是吧,现在半夜了 你咋还不睡 林浩差点回一句想你想的睡不着 但两人没熟到那地步 可不能乱聊拨实话的 我捡了一条大黄鱼 十九斤四两 就问一下你家收不收 不收我现在就去市里了 诺诺,十九斤四两是吧 对,十九斤四两 哇,这么大,你等一下 再值五分钟我让我哥给你回电话 挂了电话 陈雪一个翻身起床 穿过客厅便去敲他哥哥的房门 没一会便听到他嫂子问是谁 嫂子,叫五哥起来 有人联系要卖货 来了,是谁啊 这一次是陈冬的声音 没一会,陈冬起床来到客厅问道 这么晚谁啊,有啥货 咋还联系到你那里去了 林浩,他可能没你的电话 说是夜里补了条大黄鱼 那明天哪 不是哥,他说九斤四两成 你要是不收 他就连夜送到市里去了 估计也是家里没保鲜能力 多少,真的是九斤四两 哥,你要不要 要的话先给他回个电话 让他不要往市里送 对对对,可不能送走了 让妹妹拨号 将手机握在手里 听到林浩接了电话 他就急忙道 那我约我要了 加个好说 你在家等我 大概半个小时就能过去 哥,我看到车灯了 估计是人来了 林浩站到门口 发现远处的车灯越来越近 很快便停到了门口 大黄鱼呢 新鲜吧 陈冬跳下车就迫不及待的问及 在路上他就想着 会不会不新鲜 懊恼刚刚自己激动的没问清楚 刚抓上来时还活的 现在也就一个小时 那就好 那就好 两人走进后院 陈冬看见堆成小山一样的海货 也不禁惊呼道 我去 咋又有这么多 电话里也不说清楚 陈冬 这个不急 晚上挑好 明天到时 你再跑一趟都行 就是大黄鱼放下去 我怕不新鲜了 对对对 是酒精四两是吧 没错 十九斤四两 你带撑了吧 好一会 两人这才意识到 出了岔子 不禁都笑出了声 你是说十九斤四两吧 对 我可能没说清楚 让你在电话里听差了 十九斤四两 我天啊 咋这么大 我家收了也有十五年的鱼货了 这么大的黄鱼 还是第一次见着 这看一眼就不亏了 林浩听他说的夸张也挺乐呵 别呀 光不亏可不行 咱要想办法 把他高价卖出去 双赢吗 则则则 就你这运气 在海边捡捡 就顶人家一艘远船一天的收入 可能还不止 也就今天运气好些 林浩说完 便帮忙搭手 江鱼又报到了电子秤上 总共九点七五公斤 比之前他们秤的还多了一两 天啊 真有这么重 这钥匙拿到势力 估计整个海鲜市场就得轰动 到时候可能电视台都能来采访你 陈总 我这人低调 这鱼鱼呢 除了家里人 连村里都没人知道 你要是说了去 可别帮我乱扬名声 陈东愣了愣 随即竖了竖大拇指的 兄弟 你是这个 没有实惠的出名鬼才干 咦 这句话精辟啊 两人对视一眼再度大笑起来 看着两人竟扯东扯西的 旁边三人那是急得不得了 说正事啊 多少钱一斤 家里有红色方便袋吗 有 我来找 一个方便袋肯定装不下 所以赵萍找了好几个来 撕开将鱼给包了个严严实实 然后再放进泡沫箱中 上下左右塞上冰袋 八号 我也不瞒你 价格我是真的不好开 之前我收过最大的五斤多 铃片有些伤 去年我给的价格是720块一斤 这么大的我还是首次看到 你看这样行不行 鱼呢 我先带走 明天你上午过去一趟 我联系几个客户 到时看他们给什么价 我抽点水就行 几个点 百分之五 可以吧 陈总想着这鱼至少能卖到两万以上 五个点就是一千块 也就晚上跑一趟几个电话的事 虽然赚的有点少 但有这个货传出去 以后肯定会有更多的客户联系他 可以 那就麻烦陈总了 大家发财 这是应该的 至于这一堆你们先挑着 明天要是方便 你们上午过来时一起带着 不方便咱中午忙完 我下午过来收 好的 麻烦陈总这么晚跑一趟 来得挺快 这么晚还要打扰你 真是不好意思 比起你们弯腰在海边捡 我轻松多了 都是赚钱 辛苦些也应当的 陈总 先过棒吧 算个钱 明天结账 陈总当然没意见 三人搭着手帮忙过棒 海参两个规格总共147斤 响罗53斤四两 青械只有20多斤 海利罗有个61斤多 地龙的货当然不止这几样 还有一些虾 扇贝之类 数量不多 林浩全留下来打算自己吃 刚趁完 就见陈雪从楼上下来了 你们还没忙完啊 不好意思 今晚竟让你气梦了 改天请你吃饭 你也知道啊 看你这话说的 一点诚意没有 陈雪说了一句 随即没忍住笑道 没事 你打电话给我 谁相信我家呢 陈总 这个板车在你家门口 放一下承播 你们现在不回去 泡了半天的海水 打算到澡堂子泡一会儿 陈总双眼一亮 随即给了林浩一个眼色 都是男人 林浩哪还不明白啥意思 东哥 要不一起 放心 我请你 也是感谢你这忙了大半夜 这个面子 一定要给老弟 陈东开始了自己的表演 面上那个为难敬啊 林浩差点就说你别去了 那个 怎么能让你请呢 你在市里有渠道 还是把货给了我 那个大黄鱼价格没谈 就让我留下了 就冲着这份信任 也该是我请你们 随即轻壳一下嗓子 对陈雪道 阿妹 你上去睡觉吧 顺便告诉你嫂子一声 我招待客户 也不知道里面 有没有自助餐了 到时请几位朋友喝一杯 陈雪狐疑的看着两人 她可没那么好骗 哥 我告诉嫂子 你又要出去干坏事 妹子 这话不对 我们就是去洗个澡 你不知道海水泡的酒了 主意叫湿气内心 要是时间久了 得风湿病都是最轻的 你看看那些老渔民 不是这疼就是那疼的 一到阴雨天连床都下不了 就是这么个道理 所以现在要稍注意些 陈雪面上微红 美好气道 哼 还不知有没有我大呢 就乱叫 你们去可以 但千万不能乱来 这话说的 我们哪一个不是稳重人 对了 乱来什么 澡堂子不是洗澡的吗 林浩这一问 把陈雪给问卡壳了 狠狠地瞪了一眼 在那坏笑的林浩 轻哼一声道 我睡觉了 反正 怪你不能带他们做坏事 特别是他 本来就够坏了 啊 姑娘 咱把话说清楚点 你从哪看到我坏了 要不要 让我去过 我去做坏事